你说错了,韦小宝最看不上的就是阿柯 从事实上来说,阿柯就是他的高级玩物而已 陆顶记之后金庸封闭,作为他创造的最后一位男主 韦小宝身上集合了所有男人梦寐以求的一切 在这部小说结尾的时候,韦小宝功成名就带着自己的七个老婆 归隐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 单从这一点,韦小宝绝对是金庸武侠中最幸福的男主 而他的七个老婆更是各个活色天香,各有特点 今天要说的就是其中最美的阿柯 阿柯是韦小宝的老婆中最漂亮的一个 基本上是公认的,他在七人中最大的优点就是美貌 这个设定其实在他出场前就已经注定 因为他的妈妈是天下第一美人陈圆圆 至于他母亲有多美 书中的描述是,见过阿柯这种级别美人的韦小宝 脑袋一片空白,茶水洒在衣服上都没有察觉 而韦小宝对阿柯的评价是,只有陈圆圆一半美丽 可即便这样,阿柯依旧是韦小宝最漂亮的老婆 但他并没有因为如此就非常幸福 相反,阿柯名义上是韦小宝的老婆 事实上他只是韦小宝的玩物而已 之所以这么说是有理有据的 韦小宝对于这个角色老婆从来都没有尊重过 他张口闭口就是阿柯这个贱人 其他六人中也有两人被这么叫过 一个是有特殊癖好的贱民 他自己喜欢被这么叫 另一个是吭骗韦小宝上神龙岛之后才被叫贱人的方怡 相比这两位,阿柯从这点就能看出 他从来都没有得到韦小宝应有的尊重 至于不尊重还有一点更是铁杖 那就是韦小宝一点都不在意阿柯的真结 当年双儿女扮男装混在军营跟韦小宝上少林 张康年他们对双儿亲热些 韦小宝都要黑脸 阿柯呢,只要最终能得到就行 旁人有没有染指过,不重要 韦小宝之所以这么对阿柯 其实是因为这个女人确实不值得真心相待 被仇人收养了十几年 阿柯从小就被当作复仇的棋子 说实话,她的出身确实很惨 可三观的缺失 让她在摆脱仇人后依旧好坏不分 作为角色美女 她太败金 觉得装土豪的郑克爽有气派 还被区区一条猪链 就聊得方心安许 作为女人 她也太注重外貌 喜欢上了渣男郑克爽 这样没品位 没见识的阿柯 进了韦小宝的老婆群里 更是暴露出她没主见 没情趣的缺点 韦小宝的其他六个老婆 个个都是和她有故事有感情基础 没有一个是她靠钱财引诱来的 而韦小宝之所以最后能够接纳阿柯 单纯的就是把她当成满物 因为这个女人曾经瞎眼 跟了一个比自己还弱的郑克爽 所以韦小宝专门用这种方式报复 而且这种派计又没有主见的女人对她来说 其实也是伸手就能拿到 把阿柯养在身边 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她的那张脸 对于阿柯 终其一生都没有遇到真正的爱情 但她在最后有了一个归宿 一个让她衣食无忧 并且还有一个儿子的安稳归宿 所以阿柯最后说 上天总算带我不薄 这对于这样的女人来说 已经是不错的结局了 品读影视感悟人生 欢迎观众